我们看一下李萌的阀篮 刚刚也是内蒙农营以来请求了暂停 回来之后李萌是驾发民众 所以他来到了5分 全场比赛还有最后的1分38秒 过去的两分多钟时间里面 四川队打了对手一波10比0 太关键了 看看内蒙古队 保持全场领先 这一刻他们也要找到正确的状态 他们这边上响吹了假赛奇的范围 第四天比赛 打到目前为止 内蒙古多姓女兰 捷衣是拿到了7分球 四川女兰在第四届比赛 打了一波10 我们看一下琼斯的阀篮 琼斯的第一阀还不中 不过表停住罚球两罚都不中 哦我的天哪 这样的话就要看防守了 是本来是一次停表去追两分的好机会 不过群生 看一下啊 给到凯贝奇 这边斯文然的防守 凯贝奇 又是汪思雨啊 分场来到了7分 全场比赛最后一分钟 琼斯 哇 韩虚大帽琼斯 张琼斯 杀到来 向两位打进 比赛还是有悬念的 全场比赛还有40秒钟 5分的分差 看一下这把防守非常关键啊 李鲍 面对招如 看一下李鲍 突破分球 给到贾赛奇 这边又造成了 张琼斯的犯规啊 21秒钟 两个球权 四川队在站上罚球线 我们看一下最后的21.3秒 四川队来这边 贾赛奇要走上罚球线 不能不说这场比赛 内部东西你来打的也是非常不错 可以说是随败优荣啊 关键的两个阀来 第四季比赛 王思雨李梦 疯狂的爆发 贾赛奇第一发不中 这是因为他们体力还是下滑肉 对于这个篮板 把握度就随着下降 还是主要篮板 导致这场比赛的 两队的设计啊 这是阀篮 内部东西你来这边是23发16中 四川队26 19 假赛奇两发不中 四川队 看一下内部东西你来这边还有机会啊 琼斯过来直接扔三分 三分不中啊 这下比赛可以说基本上已经备有 王思雨再给他礼貌 韩旭 那麽东西你来这边没犯规了啊 比赛可以说已经没有悬念了 这样全场比赛结束 90比85 四川阳达梅乐 下演了大逆转啊 取代了总决赛第一场比赛的胜利 比猫王思雨最后是哥是谁名天降 杀死了比赛啊